以往的皇帝过了石桥 过了火炎门 进来之后 沿着玉道进来 沿着玉道进来 第一个建筑就是神功圣德碑 神功圣德碑记载皇帝的一生的功绩 当然了明朝的神功圣德碑 它一番都是无字碑 无字碑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 皇上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 非文字所能形容 所以它叫无字 还有一种无字碑 就是说皇帝觉得自己功过 可能是任后人平税 也不说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般的皇帝的灵前 都有神功圣德碑 从宣宗皇帝 从道光皇帝开始 他说因为鸦片战争战败 搁在香港 搁了香港之后 他在太庙里向列祖列宗告罪 一天一夜告罪 所以丢失疆土 无言见祖宗 因此呢 我去世之后 灵前不许立这个神功圣德碑 所以这儿就只是立了一个神道碑 相当于他的墓碑 相当于他的墓碑 这个墓碑 你看我们一会儿去太陵 去崇陵 都是立在明楼上的 而道光皇帝的灵又没有明楼 所以就立在这儿 而且他说呢 我因为丢失疆土 无言见祖宗 所以我死了之后 我的灵前不立这个神功圣德碑 后世子孙 丢失一寸疆土 灵前都不能立这个碑 那他的后世子孙 没有一个不丢疆土 哪个都不止一寸 所以打他之后 文宗咸丰皇帝 穆宗同志皇帝 德宗光绪皇帝 就都没有这个神功圣德碑 所以这个碑庭呢 就是他的神道碑 这个碑面 碑庭他在修 他这写着 碑身阳面 这种满汉蒙 三种名字 特着他的庙号 灰号 世号 庙号 宣宗 这个 灰号就一大串 什么体天龙韵 什么赵道立吉 就一大串二十几个字 这个 世号 成皇帝 根据这个 这个中国古代的 世法 圣圣 圣善周文 约宣 就说你的这个 善行 天下皆知 这种人叫做宣 圣 圣善周文 约宣 立正安民 约成 所以他庙号 宣宗 是吧 世号 成皇帝 所以呢 如果 道光帝 爱新觉罗 民宁 是他的名字 道光皇帝 道光是他的年号 如果你用庙号 称呼他 就是 清宣宗 你用世号 称呼他 称呼他 就是 清成帝 就跟那 汉成帝 这个 一个意思 赵飞燕的老公 汉成帝 他也是 世号 是成 所以他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这个呢 不是神功 圣德碑 是他的这个 零号碑 相当于零号碑 这个碑也不应该立在这 应该是立在明楼之上 他又没有明楼 就立在这了 就这么特殊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是第一个特殊之处 慕陵 第一个特殊之处 明白这意思吧 咱接着往里走 喜欢这些个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您在YouTube上订阅袁腾飞个人频道 谢谢大家